如果给叶子保护伞吃三包金可拉,最后会变成什么呢? 我们都知道,叶子保护伞不仅能弹飞动鸡僵尸,还能抵御投篮僵尸的进攻。 不过它本身不会攻击僵尸,在遇见僵尸时很快就去世了。 那如果我们给叶子保护伞吃一包金可拉升级进化,会怎样呢? 保护伞,你感觉怎么样? 我感觉全身都变得很热,我要烧起来了。 新植物,火焰保护伞,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火焰的颜色。 现在的保护伞可以发射一大串火球攻击僵尸,不仅伤害高,数量也很多,非常适合挑战一群僵尸。 那我们就给火焰保护伞安排30只钻石刺门僵尸,看看它的威力如何。 听说能打出这个字的人,未来都会非常幸运。 好家伙,这伤害也太厉害了,30个僵尸轻松干掉,那我们再给它吃一包金可拉,看看还会怎样。 保护伞,这次你感觉怎么样? 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,我要爆发了。 新植物,玉米炮保护伞,由保护伞和玉米炮杂交而来,外表发生了巨大变化,在预见僵尸时会投出威力超高的玉米炮炸掉僵尸,那我们给它安排100只1万血量的僵尸,看看它能否打赢这群僵尸。 真厉害,不愧是吃了两包金可拉的植物,轻轻松松就捅掉了僵尸的老窝。 那我们给它吃最后一包金可拉,看看它会变成什么。 新植物,七叶草保护伞,由三叶草和保护伞杂交而来,虽然外观看着和保护伞,但它会变成什么。 七叶草保护伞区别不大,但是实力却天差地别,它拥有召唤强风的能力,可以轻松对付一群僵尸,那我们就给七叶草保护伞安排200只巨人僵尸,大家感觉它能挑战成功吗?